追赞面板产业在进入第三季之后 原本应该迎接旺季的到来 不过受到全球景气依旧低迷 上半年面板厂产能利用率过高 加上通路还在调整库存的影响 为了要维持面板价格不崩盘 目前很多的面板厂 已经纷纷地开始下修产能利用率 友达总经理彭双浪日前指出 今年第三季面板市场走势 呈现旺季不太旺 淡季也不太淡的格局 但是由于品牌厂从11月开始 促销力道会加强 加上库存回到健康的水位 让面板厂订单有很强的成长动能 而友达第二季产能利用率 大约在90%以上 第三季将会进行动态调整 但是以不做库存为原则 第四季应该还是跟这个 就是说整个假期的销售 还有十一的拉货 其实都还是有看到需求 群创则指出 日前群创产能利用率还在合理的水位 随时做动态调整 配合新产品的研发推出 加上产品策略 要与其他厂走不一样的路 红米手机是小米公司 全新推出的千元手机子品牌 也是第一款双卡双代小米手机 小米下半年新品一波接一波 供应链出货动能转强 低价机种红米在8月发表 近期上市 4.7寸广视角面板订单 由友达拿下 至于触控面板则是采用 欧非光薄膜触控 除了红米之外 下半年还将推出第三代小米机 萤幕放大到5寸 面板还是由日本面板厂夏普和JDI供货 盛华则是OGS面板供应商 盛华从第一代延续到第三代 稳居小米主要触控面板供应商 东森财经新闻综合报道